美国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各自的军事委员会 分别通过各自版本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 把中共和俄罗斯描述为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威胁 长期被美国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共 曾经一度被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当成战略伙伴对待 如今又再度成为美国的威胁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 为国防提供7160亿美元的预算 该法案还仿照众议院 强调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威胁 法案还列出了将如何针对中共的具体措施 包括加紧贸易规则控制 禁止美国国防部与任何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商业各体打交道等 依照程序 参众两院以其各自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进行协商 以达成内容一致的版本 并经过两院通过后 送交白宫给总统签署 才成为法律 国会众议院的版本以351票对66票通过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少数法案之一 它也被用来作为其他一系列不同政策措施的载体 前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黄继豪说 主要是大陆他的扩张的手段还有目的 太明显了 做得太过火了 法西斯的特征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所以美国就开始改变过去的战略 把中共列为首要的对付对象 这样中共要在美国搞经济上的扩张和信息上的渗透开始有困难了 在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时代 美国一度把中共称为战略伙伴 不但给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 还扶持其加入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 旅美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从表面上看 川普之前的几任美国政府是希望通过和中共合作 使其真正融入正常社会的体系后 促使其内部主动转变体制 但实际上中共不但利用了西方社会的支持和宽容 几次度过政权危机 而且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后 中共变得更加嚣张 唐靖远表示 以经济为后盾 在全世界各国开始进行全方位的 从意识形态到政治收买 甚至军事威胁 对周边国家和自由世界都在进行全方位的扩张和渗透 伴随这个渗透的过程 表现在他中共党文化系统里 就是他有几个自信 要做他的大国梦 川普上台后 美国越来越多的政界人物和分析人士 把中共看作是潜在的威胁 有的中共体制内人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原中共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古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强调 如果把中美争端仅仅看作是中美贸易问题 就是严重的误解 现在中美争端完全是关于中共发展方向的争议 李若古表示 中共的发展方向不但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 并且政治经济制度都在倒退 美国在过去40年容忍了贸易不平衡 现在无法再容忍了 不论哪个党派 什么阶层都主张对华强硬 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共说话了 黄继豪说 因为当初中共签下了很多国际公约表示要改变 大概有13条 这么多年大家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改变 他不但不改变 还在后退 大家就开始觉醒 李若古认为 如果中国不能按照美国的期望值进行市场化的竞争 美国有可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同时和欧洲搞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 然后架空世贸组织 李若古担心 一旦中共被美国孤立 整个西方市场都会孤立中共 唐靖远则表示 不是世界要孤立中共 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怪物 无法与人类合拍 唐靖远说 中共它是反人类 反社会 也反传统 可以说是十恶俱全的邪教 以前它邪恶是关洗门来杀自己的人民 所以许多国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 但是现在随着中共的做大 已经明显的让世界各国感觉到了这种威胁 所以这种孤立是中共自己的这种邪性 可以说它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 唐靖远认为 一旦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 都拒绝和中共打脚刀的时候 中共的死期就到了 澳大利亚众议院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 哈斯蒂本星期表示 被指控代表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政治的亿万富商周泽荣 也曾贿赂一位著名联合国外交官 为中国争取利益 这一消息使中国干涉民主国家政体的话题再度浮上台面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发表题为 中国共产党隐秘的影响力机器的长文 点名中国统战部和中国政协 并描述这两个政府部门如何通过多种隐秘手段影响其他国家 陈破空说 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长文 中国共产党的隐秘影响力机器 值得海内外中国人一读 细腻 准确 精彩 搞统战是毛泽东的发明 他自吹他夺取政权有三大法宝 党的建设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 统战其实是毛泽东夺权的三大手段之一 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战线 发展第三势力 中共建政后 就直接把这些势力发展建立成全国政协 巩固中共统治 陈破空说 从统战部到政协 中共利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学 发展和建立人际关系 在他国施展影响力 甚至进行间谍活动 由来已久 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等国 中共统战人员甚至直接贿赂当地政要 引起这些国家警觉 中共统战部的机密文件显示 该部还执行到取美国核心技术的任务 其实已经接近于特务组织 陈破空认为 如果说俄罗斯对外国的渗透手法相对简单 粗糙 直接 容易暴露 中共的手法就更为隐秘 复杂 成效巨大 那是因为 俄罗斯人少 钱少 中国人多 钱多 中共一党专政 把国家财富集中在一党手中 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同时打人海战术 让其他国家防不胜防 除了金钱 还有美色 中共成功做到让科学家杨振宁 晚年归国并放弃美国国籍 手段之一 就是把一个年轻女助手派到杨振宁身边 最后成了她的老婆 金钱家美女 中共统战手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谢田说 中共利用统一战线是一贯的策略 他当年打败国民党就是有效利用了统一战线 现在在台湾 民间社会一听到统战仍然谈虎色变 中共为了维护政权 利用所有能够接触到的群团 组织甚至学术机构 任何可以插手和利用的 包括间谍 特务 线人 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用国家资源来支持秘密运作 的确如纽石说的与黑社会无异 还得到政府的暴力或者武装支持 这样一来 中共的影响在美国 澳大利亚 欧洲都能看到 谢田说 西方研究中国时 往往不见得看得清中共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做法 就是一块是政府牌子 一块是党的牌子 统战部贯彻中共党的方针 政策 通过所有部门 包括外交部 教育部 商务部等来发挥影响 比方说中国学者 学生组织 贸易团体等都是渠道 目前 中国在海外有侨民五千万 在全世界可以形成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 中共利用人们的故土情怀 可以金钱收买甚至美色诱惑等手段 让那些原来不屑与共的人转而投怀送抱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就是典型的例子 恒河说 中共当年与国民党的内战中 就在统战手段上下足了功夫 实际上 国共两党争斗时 两党在政治上都是少数 但是中共通过统一战线来争取很多中间派 也争取到对方阵营中那些不太坚定的人 取得最大的优势战胜了国民党 中共也说过 统战是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而中共建政后 再度利用统一战线来扩大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 恒河说 对于统战部的运作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得不清楚 其实 政协和统战部是一回事 政协是中共一部分 是中共的分支 它当年由那些被统战的人员组成 现在对内只是花瓶 最早授权中共执政的就是政协 不过后来它的这部分权力被剥夺了 常委级别的政协另一个作用就是对外统战 统战部是政协的办事部门 政协和统战部的每个组织在海外都有马甲机构 政协的第一个海外马甲就是和平统一促进会 工商联 台联 欧美同学会也是马甲 统战部的对外马甲就是欧美同学会 中华海外联谊会等 现在国务院侨办 民委 宗教局都已经被毫不掩饰的话归到统战部 中共明显通过人海战术 试图渗透西方国家的民主生态来为专制背书 当地时间周三5月16日 朝鲜当局对正在举行的美韩军演作出强烈回应 宣布取消原定当日举行的韩朝高层会谈 并威胁还可能取消即将到来的美朝首脑峰会 5月25日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旗下中国网转发了北京站官位的公告 显示北京至东北方向的多辆列车将临时停运 调整运行时刻 覆盖的城市包括辽宁丹东 大连 辽园 福顺 安山 沈阳 以及吉林长春 黑龙江 哈尔滨等 临时停运的时间节点多集中在5月27日 28日和6月12日 13日 而丹东和大连始发至北京的列车 则在5月28日和6月13日这两天出现调整运行时刻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两个时间点 5月27日已近在眼前 而6月12日正式原定的美朝新加坡首脑峰会时间 该公告被发布到海外推特之后 很多推流猜测 这很可能是金正恩将再次访华的前兆 上次东北方向列车出现临时停运或延误现象 发生在金正恩乘坐专列首次访华期间 3月25日至28日 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而在3月24日 东北往北京天津方向的列车出现大规模延误 被指为金正恩专列让路 日前 金正恩威胁取消川新会 即此向美国提高要价 结果美国总统川普断然取消会晤 让朝鲜措手不及 韩媒消息 本打算赶赴新加坡筹被峰会的朝鲜官员 在突然得西川新会取消后 立即转飞北京 并得到中共官员的秘密接待 显示朝鲜高层阵脚一段 川普宣布取消峰会之后 朝鲜迅速发表声明 极力挽回川新会 因此 朝鲜可能会与北京商讨对策 求助中方出面斡旋 5月3日 金正恩在平壤会晤中共外长王毅 7日又非复大连面见习近平 外界分析 中朝两党缺乏信任 不相信官员传话 而需要对方首脑当面承诺 金正恩两次访华后 对美国态度趋约强硬 日媒称其底气显然来自北京 此次金正恩独遭川普打击 继续向北京寻求支持 应在情理当中 关于中共发展方向的争议 李若古表示 中共的发展方向不但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 并且政治经济制度都在倒退 美国在过去40年容忍了贸易不平衡 现在无法再容忍了 不论哪个党派 什么阶层都主张对华强硬 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共说话了 黄继豪说 因为当初中共签下了很多国际国约表示要改变 大概有13条 这么多年大家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改变 他不但不改变 还在后退 大家就开始觉醒 李若古认为 如果中国不能按照美国的期望值进行市场化的竞争 美国有可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同时和欧洲搞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 然后架空世贸组织 李若古担心 一旦中共被美国孤立 整个西方市场都会孤立中共 唐靖远签署 才成为法律 国会众议院的版本以351票对66票通过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少数法案之一 它也被用来作为其他一系列不同政策措施的载体 前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黄继豪说 主要是大陆它的扩张的手段还有目的太明显了 做得太过火了 法西斯的特征都在它身上体现出来 所以美国就开始改变过去的战略 把中共列为首要的对付对象 这样中共要在美国搞经济上的扩张和信息上的渗透开始有困难了 在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时代 美国一度把中共称为战略伙伴 不但给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 还扶持其加入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 旅美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从表面上看 川普之前的几任美国政府是希望通过和中共合则表示 不是世界要孤立中共 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怪物 无法与人类合拍 唐靖远说 中共它是反人类 反社会 也反传统 可以说是十恶俱全的邪教 以前它邪恶是关起门来杀自己的人民 所以许多国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 但是现在随着中共的做大 已经明显的让世界各国感觉到了这种威胁 所以这种孤立是中共自己的这种邪性 可以说它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 唐靖远认为 一旦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 都拒绝和中共打脚刀的时候 中共的死期就到了 澳大利亚众议院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哈斯蒂本星期表示 被指控代表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政治的亿万富商周泽荣 也曾贿赂一位著名联合国外交官 为中国争取美国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各自的军事委员会 分别通过各自版本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 把中共和俄罗斯描述为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威胁 长期被美国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共 曾经一度被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当成战略伙伴对待 如今又再度成为美国的威胁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一项法案 为国防提供7160亿美元的预算 该法案还仿照众议院 强调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威胁 法案还列出了将如何针对中共的具体措施 包括加紧贸易规则控制 禁止美国国防部与任何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商业个体打交道等 依照程序 参众两院以其各自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进行协商 以达成内容一致的版本 并经过两院通过后 送交白宫给总统的做 使其真正融入正常社会的体系后 促使其内部主动转变体制 但实际上中共不但利用了西方社会的支持和宽容 几次度过政权危机 而且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后 中共变得更加嚣张 唐靖元表示 以经济为后盾在全世界各国开始进行全方位的 从意识形态到政治收买 甚至军事威胁 对周边国家和自由世界都在进行全方位的扩张和渗透 伴随这个渗透的过程 表现在他中共党文化系统里 就是他有几个自信 要做他的大国梦 川普上台后 美国越来越多的政界人物和分析人士 把中共看作是潜在的威胁 有的中共体制内人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原中共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故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强调 如果把中美争端仅仅看作是中美贸易问题 就是严重的误解 现在中美争端完全是